这期继续讲奇遇第24篇,柳良生好了火,从背包里一样样地拿出今晚所需的物品,里面有剩余的一些面类和昨天收获的肉干,零食。生活不易,猫猫叹气啊。柳良慢慢地准备着食材,用平底锅一样一样地煮着。十来分钟之后,平底锅内的大杂烩终于炖好了,分量还很足。 柳良来到料水冰呆的那棵树下,冲着上面喊道,我煮好晚饭了,你下来吃点吧。树上没有回应,只有偶尔掉下来的一两张树叶证明过他的喊话。我煮的分量挺多的,你也吃点吧。柳良又喊了一次,可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得,你不吃我自己吃。哼。柳良傲娇地低下头,转过了身。 下一秒,料水冰出现在了平底锅的面前,正在好奇地打量着锅里的食物。柳良捂住自己的额头,想着怎么就遇上这好人了呢?要是他是墨小叔,那该多棒呀。可料水冰不知道他的想法,他对眼前的食物充满了好奇,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柳良走回平底锅处,拿了一双新做的筷子给他。料水冰这次没有拒绝,直接就接了过来,还不说谢谢。 柳良大概知道,他这个人好像不怎么与人交流,自然也不懂得这些事情要说谢谢。在他看来,他知道弄伤了别人说句对不起,就已经很好了。 筷子我新做的,用水洗过了,你吃吧。 料水冰听完之后,立刻就动起了筷子,只是他加得很少,只是一点点,然后放进嘴巴里面品尝。 柳良看到他加的是一块牛肉干,他刚刚尝过了,味道的确不错。 果然,料水冰将牛肉干放进嘴里嚼了一下之后,双眼立刻睁大了一些。 显得很是惊讶。 这个,好吃。 柳良看着他说话有点憨憨的样子,觉得他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讨厌吗? 吃吧吃吧,多吃点,我这次还煮了不少呢,想着你小师叔应该也会回来了,但是现在都没见到他的影子。 柳良一边说的时候,又一边环顾了四周,可还是没有看到林素安的身影,这让他有点奇怪。 这家伙不是对于吃的东西都很快速的吗? 怎么这次见不到了人了?难道真的是怕了料水冰了? 想归想,但柳良可不会亏待自己的肚子,既然林素安不来,那么他也能多吃的。 于是,这一顿晚饭就变成了柳良的主场,落快如飞。 本来料水冰只是长一点点的,可最后在柳良的劝说之下,他越吃越多,甚至到后面还打了个宝格,这让他满脸通红。 柳良只是笑,也没有和他说话互动。 吃饱之后的二人就坐在平底锅旁,照耀上来的火光映红了两人的脸庞。 这个时候的柳良才有功夫去打量这个和他一起走了大半天的姑娘,只见他面色红润了一些,不复今日的冷清,可外表看上去还是有点冷冰冰的感觉。 就像在班级里坐在角落从不说话的学生一般,不引人注意,却一日存在着。 柳良打量着他的脸,发现还挺好看的,那股冷清的气质给他整个人加了一些分,让他的容貌显得更为出众一些。 看起来就有点不同。 廖水冰知道这个人在看着他,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自己竟然不反感,要知道在山上要是敢有人这么盯着他看,那么会被他的剑砍的。 你叫什么?你的剑叫什么?坐在火堆旁的两人同时出声问道。 柳良面露惊讶,而廖水冰脸上却多了几分不好意思,本来他是觉得人家煮了好吃的东西给他,那么就要和他说一下。 还是柳良反应得快,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转变,但还是回答了他,我叫柳良。 廖水冰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然后拿出他的配件,对柳良说了一声,春蕾。 春蕾是个好名字呀,柳良高兴地看着放在他胸前的长剑,突然觉得这个名字和自己的忍冬有点像。 接着,柳良就看到了春蕾剑上的内部线条,他可太熟悉了,这不就是忍冬剑上刻着的线条吗? 于是,柳良拿出了忍冬,又看了看春蕾。 廖水冰也是第一时间看到了柳良面前的那把剑,然后一挥手就将剑拿了过来,根本不说一句。 柳良看着自己的剑就这么被人顺走了,先是震惊,然后能牙咧嘴起来。 廖水冰没有管正在生气的柳良,而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看起了剑,还抽出了剑身,仔细地观摩着上面的线条,最后说了一句,你配不上它。 柳良的愤怒一下子变成了难过,怎么每个看见这把剑的人都这么跟他说啊?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差劲吗?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我的剑,我配不上还有谁配得上呢? 墨小叔 廖水冰的回答清脆简练,仿佛对这个名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虽然他没有见过那个人,可一直知道他的存在,还知道他在同龄人之中率先进入了元丹器,成为一只独秀。 柳良听到这个名字,就瞬间懂了,怎么你们都知道他呀,这让我太受伤了吧? 嗯,受伤。 廖水冰还是回应了柳良,顺便将忍东还给了他。 柳良强忍着内伤接过忍东,同时也用透视眼对两把剑的内部进行了一下比较。 最后发现两者的花纹还是有点不一样,忍东上面的花纹明显更为复杂一些,也更多一些。 你也是门派里很厉害的人吗?柳良问了一句。 廖水冰果断了摇了摇头,小师叔更厉害。 有吗?我怎么不觉得呀? 柳良回忆了一下,虽然他对敌的时候的确很帅,但是也说不上超级厉害吧? 他更会杀人。 廖水冰给出了这么一句结论。 柳良瞬间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而且他教自己的东西好像也是为了快速杀人准备的。 没想到这家伙还有这样的说法。 呼!寂静的丛林之中,突然吹过一阵冷风,吹落了不少树叶。 廖水冰瞬间站起身,柳良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也随之跟着站起来。 然后廖水冰就盯着丛林的东边,眼神中充满了警惕,甚至手已经按在春雷的剑柄上了。 柳良用眼睛往东边看去,果然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那么来的人又是谁呢? 黑暗中,人影慢慢现身。 等到火光将那人的脸庞全部照亮,柳良看清了他的面容。 正是那天晚上被断一臂的赵天。 是你,柳良看着他的断臂,露出了不忍的疑问,怎么是他来了呀? 赵天依旧在一步步走近,直到二人身前十米处才停了下来。 还不是临风子逼我逼得紧,没想到这家伙说着,嘴上说着放过我。 可这些天却一直在寻找我的踪迹,想把我赶尽杀绝。 赵天咬牙切齿道,本来他是可以和临风子五五开的,可就因为这小子的那把剑,让他吃了大亏,现在他要来报仇。 那他人呢? 柳良问出了他现在最想知道的问题。 我派出了全部人到一个村子里做事,他现在应该已经处理完我那些没用的手下了,然后正在赶回来呢。 赵天说得很是从容淡定,在他看来,虽然他受伤了,但面前的这一个巨蛋,一个古丹妻,他还是不放在眼里。 柳良拳头一紧,他知道赵天说的是真的,同时也在为这种阳谋感到害怕。 这个人竟然连自己的全部手下都舍得放弃,那么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 小心一点,他是元丹妻,前两天他和你小师叔遇上过,然后被砍了一截手臂。 廖水冰点头,他当然能看出对方的修为,而且还觉得他的面容与山上通缉令上的一张有点相像,应该是附近的一个头目。 嗯,你往后躲。 说完之后,廖水冰整个人就抽出春雷上前了,一点都不和对面的人废话。 赵天嘴角扯了扯,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同时也没有在心里面放松警惕。 既然在苍云山的人手中吃过一次亏,那就不能再吃第二次了。 廖水冰手中春雷全力挥动,一道大规模剑气向赵天袭来。 赵天心脏停了一下,然后带着笑容挥动手中仅剩的一把砍刀,用来应激。 哄,赵天身后的大树被砍倒了一大片,全部都齐齐朝一个方向倒去。 有点意思,幸好没有小看你。 赵天看着自己金刚大砍刀上的一个豁口,不禁为自己刚刚的决策感到高兴。 要是小看这娘们,那么现在的她可能就要提前离开了。 再来,廖水冰的话语还是一如既往地短,她与人对敌时从来不喜欢说废话。 能打或不能打她都会上,绝不后退。 赵天用手腕翻了一个漂亮的刀花,很明显的营底挑衅。 柳梁在一旁看得是大气不敢出,她知道廖水冰起码都是古丹的水平了。 往更好一点想那就是和秦老一样是古丹期巅峰,可对方是元丹期啊,虽然受了伤,可水分依旧在。 接下来的半分钟内,平底锅旁响起了不下三百声刀剑声,刺耳非凡。 柳梁一边捂住耳朵,一边用眼睛认真地观看着场面的情况。 这些对她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实战场面,尤其是两个实力看起来接近的高手对战。 一分钟之后,两人分开。 廖水冰面色如常地回到原来的一边,而赵天则是满脸的笑意。 这小女娃太有意思了,怎么你们苍云山上都是这种不走寻常路的人吗? 平时有一个临风子就够了,现在还多了一个你。 柳梁听着赵天那些奇怪的话,然后用看了一下廖水冰的身体,发现她的手臂骨头已经有点断裂了,而胸口内部更是出现了血液堆积,可她本人却跟个没事人一样稳稳站立着。 也怪你运气不好,在这里遇上了我,要是再给你多几年的成长,搞不好真的和我打上一场。 赵天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仿佛一点都不在意廖水冰那平静的眼神。 在她看来,这无疑是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罢了,对于这种人,她可是不会留活口的呀。 药水冰回头看向柳梁,说了一句,快走,之后便再度朝赵天冲过去。 她在这一刻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险,但是她不想放弃,也不能放弃。 因为身后还有人需要她的保护,她现在只希望身后那人跑得远一些,多等待一些。 赵天看着这个女娃再次向她冲来,于是也收起了轻视的眼神,在这种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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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命丧于此,她以后还要找林峰子麻烦呢。 于是,赵天加强气息,也向药水冰冲了过去。 刀光剑影中,药水冰的腹部多了一道深深的痕迹,而且这还不是由赵天直接砍中的,而是单凭她的刀意就直接做到了。 药水冰第一次感受到了这般的疼痛,可她还是站住了,她不能倒下,因为身后那个人一直没有离开。 柳梁呆呆地站在原地,她在这一刻感受到了无助与失望,可能她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她很想跑,可是她知道自己不能跑,死都不能丢下她一个人跑。 赵天没有理会场上二人的眼神,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刀刃。 她发现这女娃的剑还真的锋利,差不多与前两晚那把有的一笔了。 你们这剑来得也太容易了吧,可是偏偏在你们手中发挥不出作用,所有还是交给我来代劳吧,我可以给你们两个一个痛快。 柳梁突然想起了墨小叔,自己好像不能把将交还给她了,真是遗憾。 就在这时,赵天目光一灵,看向西边的一个方向,面露紧张。 廖水冰也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气,心中渐渐燃起了希望,小师叔来了。 哼,别高兴得太早,两分钟足够我干掉你们两个了。 赵天说着,手中抓紧了那把已经多了很多缺口的大刀,然后向廖水冰奔去。 柳梁在这一刻也动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本来应该尽量往后退,等候林素安道来的才对。 可自己的身子却冲了上去,用了他最大的力气冲上去。 廖水冰也感知到了这一刀的不普通,于是闭上了双眼,使出了他现在能用出的最强一剑。 陆地春莹,随着廖水冰心中默念,一道笔直的剑气向赵天袭去。 赵天用力一挥,直接将这道剑气挥断了,然后朝廖水冰跃去,在空中,他举高了手中的刀,然后向下挥去。 在这最后一刻,柳梁终于赶到了,然后用双眼狠狠地看了赵天一眼。 赵天感觉整个人都有点动不了了,但落实还在。 而柳梁也没想过这个空隙能反击,他想做的只是推开廖水冰。 等到廖水冰被推得偏离了一下后,赵天和他的刀倒了,直直地砍在柳梁的左肩上,深入其中。 柳梁被这股巨大的力砍的跪倒在地,可头依旧向上,睁着双眼看着赵天。 赵天怒了,他要用刀砍死这小子。 赵天摁住刀柄,想要先把这小子的整根手臂卸下来。 柳梁整个人已经动不了了,他虽然还残留一点意识,但也只能是定定地看着赵天,无法再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刹那间,远方飞来一柄浑身颤抖的普通铁剑,因为飞行速度太快,导致剑尖都变红了。 赵天感应到了这夺命的一剑,赶忙抽出砍在柳梁尖上的大刀,转而应付这把普通的不得了的剑。 砰,赵天一刀将这把来时消散的铁剑砍飞。 还没等赵天高兴呢,下一秒,林素安便从整个天上掉下来,然后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压出了一个大坑。 赵天心中一惊,然后在心里快速权衡,要不要杀了这两个家伙,再走,不然以后就不好对付了。 林素安捂着心口从大坑中走出来,这趟急速飞行对他造成了不小的损伤,他现在整个心口都在因为过度暴起而疼痛着。 妈的,可算让我赶到了。 林素安看了一眼厂商的情况,发现柳梁和料水冰还有还有生命迹象,不禁吐了一口血水,让自己舒服了一点。 赵天看着林素安的伤势,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机会把这三人都留在这里,于是他翻转了一下刀身,直指林素安。 这你还不跑,那就死在这里吧。 林素安说完之后便飞不朝赵天而去。 一个呼吸间,两人就进行了数十次交手。 在交手过程中,林素安虽然处于下风,但他已经靠近了料水冰。 就在赵天再次提刀冲上来的时候,林素安打算没开二度,于是喊了一句,小妹,初见。 料水冰在柳梁推开他的那一瞬间,早已醒来,而且还看着柳梁被砍了一刀,可他却没能上前,后面就是自己的小师叔来了。 此时听到这么一声,他也是做好了准备,用尽全力将剑送了过去。 林素安根本就没有回头看见来的方向,而是伸手往旁边一抓,便牢牢地抓住了这柄剑。 要说这春雷怎么会那么听他的,那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剑。 赵天看到林素安又接了剑,连出刀都不想出了,直接往回一收,便想要离开。 林素安像征性地挥了一剑,然后便看着赵天飞速逃跑。 小师叔,不追吗? 要水冰拖着受重伤的身子来到他的身体,仔细地打量着他的容貌,发现现在的他,很认真。 不追了,你师父都出动了,方圆五十公里之内,就是那家伙的死地。 林素安看了一眼远方苍云山的位置说道,然后赶忙扶住了这个狮子女,他也看出了他身上受的重伤。 不用管我,去看看他。 要水冰把目光转向一旁跪倒在他的柳梁,他依旧是睁开着眼睛,不肯闭起来。 林素安点头,然后快速来到柳梁面前。 柳梁用尽全身力气挤了一个微笑,然后就缓缓闭上了眼睛。 林素安心中悔恨不已,上次的他也是没能及时出现,这次也是,两次都让柳梁受了重伤。 这可怎么跟他母亲交代啊? 想归想,林素安还是一把抱起柳梁,将它横放在自己的胸口。 我先赶回去,这里附近已经安全了,你可以吗? 料水冰感知了一下身体情况,然后点了点头,可以。 林素安也不废话,他能感知到胸口处抱着的柳梁生命体征正在逐渐消失,所以他脚不动了,带着柳梁便在平地上飞掠。 料水冰看着两人离去,突然在心里产生了深深的自责,那一刀本来是砍中他的,可是却被他替自己挡下了,而且他还是一个经脉断了的普通人。 真不好。 料水冰说了一句,然后拿起地上柳梁掉落的忍冬,也向山里赶去。 这一次,他特别想见到那个人。 林素安还在不断前行,本来他飞速赶回来就已经很累了。 可现在为了让柳梁早点回到山上接受治疗,他不得不在二度抱起,提高一下自己的速度。 在全力奔走了两个时辰之后,林素安终于看到了隐藏的山门入口,没有一丝犹豫,他抱着柳梁就往阶梯上跃去。 一路上,不少苍云山的弟子们看到了这幅奇怪的场景,本来还想出手阻拦的,可看到前行之人悬挂的空字玉佩,也就全部行李恭迎了。 本来林素安在往常肯定是要和这些男女弟子交流一番,毕竟他很多年不回山上了,可现在情况紧急,容不得他多想。 半个多小时后,林素安面前出现了几条主要的分支道路,他选择了右边那条主要堂便继续前行,直到看到那几栋熟悉的竹楼,他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老头子,出来救人了。 林素安直接冲着一栋药堂主楼大喊着,还抱着柳梁直接闯了进去。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药堂里的柜台后面,稍微眯了眯眼,这才认清了来的这人是谁。 老头子别看了,来帮我救了人先,等会再让你看个够。 林素安将柳梁青放到一张空余的床铺上,然后立即活动一下已经酸麻不已的双手。 他这次可是抱了这家伙四、五个小时,可把他累坏了。 药堂里的其他人看着这一幕,觉得这人好像有点眼熟的样子,然后又听到对老者的称呼,一下子想起了这人就是林疯子。 白发老人没有立刻过来,而是拿着竹杯装了一些旁边保温壶里的茶水,但是看那色泽又不像是茶,反倒像药。 老人拿着茶水走过去,顺手就给了林素安,气血攻心,沉住。 林素安愣了一下,但还是接过了茶水,小声嘟囔了一句,谢谢。 林素安拿过茶水并没有立即饮用,反倒是看着柳梁的情况,哪知被老人拍了一巴掌到他的胸口。 扑,一口鲜血从林素安的嘴巴喷出,见射到地板上。 吐完之后,林素安不敢拖大,连忙盘腿坐下,一边恢复一边喝下老人给他的药。 白发老人只是拍了林素安一掌后就没有再理会他了,而是看起了柳梁的情况。 老人的目光先是聚焦在柳梁的胸口,然后是全身,最后才是看起来最为严重的刀口。 那上面被林素安用蒸汽简单封了一下,只是让他不再流血,可。 里面的伤还是发作了,再加上一路上的奔袭,少不了一些寡蹭,于是伤口看起来就更严重了。 现在的柳梁,心伤带着就伤,岌岌可危。 白发老人的表情有点不太好,他用手探过柳梁胸口的时候,发现他的经脉还断了, 整个胸口被绞得很乱,内脏什么的甚至有点偏移,而且身上的伤距离这次才过了没多久,没有真正的恢复过来。 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少年都照顾不了,他现在受的伤可比你当年严重多了。 老人回头呵斥了一下盘腿坐在地上的林素庵,林素庵没有说话,而是从腰间掏出一个小药盒扔了过去。 而这个药盒正是昨天早上蛇青花交给柳梁的那颗药丹,他本来还想要当作礼物送出去呢,没想到现在那么快就用上了。 老人接过药丹看了一下盒子,又打开盖子纹了一下,最后表情缓和了不少。 还好有这回仙丹,不然难救。 林素庵文言也松了一口气,幸好一切刚刚合适,柳梁帮助别人的决策是对的。 时间一点点流逝,躺在床上的柳梁一直没有苏醒,而林素庵在调整得差不多后便交代几句离开了。 过了不久,药堂里又来了一个病人,柳梁如果苏醒的话肯定很熟悉。 药水冰平稳地进入药堂,一眼就看见了躺在床上的柳梁,不禁心中一急,口中的鲜血被直接喷出。 哎呀,药师姐受重伤了。 周围的人看着药水冰的状态,顿时慌乱起来,今天的情况也太奇怪了吧,怎么那么多声面孔关顾药堂。 药水冰依旧保持一副冷漠的模样,只是在见到白发老者的时候,面容缓和了不少。 带爷爷,辛苦你了。 幸戴的老者转过头来看了一眼药水冰的伤势,不禁感叹了一句,这两人还真是受伤受得够够的了,你先坐下吧,我这里还差一点。 廖水冰点点头,直接坐在了乡林的一张病床上,然后呆呆地看着柳梁。 周围的人都惊了,他们的廖师姐还会用这种目光看人。 白发老人大夫看了看两人,问了一句廖水冰,你们两个一起受的伤? 嗯,一个圆丹七的,他帮我挡了一刀,不然我可能会死。 廖水冰实话实说,因为当时他的状态已经很差了,要是再重那一刀的话,还真的有可能撑不回来。 嘶,在药堂的人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什么样的存在啊,竟然跟圆丹七的对上了,而且还能活着回来,尤其是病床上的那个男的,还帮廖师姐挡了一刀,实在厉害。 圆丹七呀,怪不得你师父出去一照了,看来是去抓他了。 大夫一边说着,一边帮柳梁抽出了扎在他身上的全部银针。 这种伤势他以前也不是没接触过,但是以一个不能吊动器的身体去承受。 那么这少年受接受的疼痛可想而知,现在他昏迷了还好,要是醒过来,指不定能痛地再晕过去。 他怎么样了? 廖水斌问了一句。 大夫招手让药堂的人来处理一下柳梁的身上的污血,然后起身来到廖水斌面前,没事了。 除了经脉的问题我暂时解决不了。 廖水斌点头,乖乖地在床上躺好了。 大夫先是探查了一番他的伤势,发现也的确不乐观。 毕竟对抗的是元丹七的高手,能存活下来已经很好了。 会有点痛,忍一下。 廖水斌没有说话,而是呆呆地看着药堂的天花板,他已经习惯了。 另一边的林素安,此时正站在一处悬崖边,眺望远方。 突然,一只白鹤在空中响亮地叫了一声,而且整个身子还往下沉了一些。 柳梁要是此时站在这里抬头望去的话,那他就能看见是一个身穿紫巾衣袍的男子用脚尖在白鹤的背上轻点了一下,然后泄力向下。 林素安回头看着自己许久不见的师兄,不禁多了几分笑脸。 回来了呀。 陈道生满脸微笑对着这个时常往外跑的师弟说道。 对呀,好久没回来了,这次趁着有事,就顺便回来一趟,看看你老了没。 林素安上前去拍了一下师兄的肩膀,发现依旧是不动如山。 陈道生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可容貌依旧变化不大,这都得归功于五年前。 他一举进入了金丹器,虽然现在依旧是出镜,可整个人的提升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师兄怎么能老呢?这不是还出门去帮你出气了吗? 林素安翻了个白眼,你还说呢?我看你就是心疼小料,所以才出的手。 对于我那可是爱管不管。 陈道生伸手摸了摸林素安的头,后者本能想躲开了,可他又哪里是金丹器的对手呢? 别这么说,当时师父让我多加看管你,你也没见听我的呀,而且还差点。 林素安沉默下来,然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那里有一道长刀痕,以前有一个人差点一刀将它砍成了两截。 不说了,这次难得回来,那就多住会吧,陈道生知道他不喜欢提起这件事,所以也就不想再提,师兄虽然容貌美老,可也想找个人说说话呀,你也懂得。 小时候我跟你的感情,你自己说说。 林素安一巴掌拍在师兄的屁股上,不住不住,以免你老惦记着小时候我坑你的事。 陈道生也不恼,虽然他和林素安不同性,可按情分来说,那可真的算是真的兄弟了。 说说正事吧,那个孩子怎么样了? 林素安知道他问的是柳梁,于是就把和柳梁接触的事大略地说了一遍。 陈道生听得很认真,一边听还一边点头,直到后面的时候才问了一句,你说他的眼睛有古怪。 林素安认真地点了点头,虽然他一直在隐瞒,但是我多少能看出一点端倪,那双眼睛绝对不普通。 陈道生沉默了一会儿,最终才缓缓说道,没事,人无坏心即可,而且听你的描述,他的确很善良,所以得到也是正常的。 林素安听着缓缓走近师兄,师兄,你也相信善良会命格更好这一说法吗? 人在做,天在看,事在人为。 陈道生没有过多解释,然后就来到了师弟的面前,一脚就把他给绊倒了。 林素安摔倒地上,不禁揉了揉屁股,你也太记仇了吧,跟你学的。 师兄弟就此走下山顶。 柳梁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在梦中,他发现自己正在一片金色的云海中遨游,身后跟了两个人,他看不清他们两人的面容,可心里面知道他们不是坏人。 等到柳梁在想从梦中抓住点什么的时候,他醒了,呼疼疼疼。 柳梁刚醒过来,便发现整个人躺在床上,身上的筋骨都充满了疼痛之意,连他都有点吃不住这种痛,不禁叫了出来。 就在柳梁叫喊出来的时候,门外走近了一个人,一个女人。 柳梁看着他,亲切地说了一句,你来了呀。 要水冰清点头,然后就只是看着他,然后没有说话。 柳梁怪尴尬的,可现在他只能是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坐不到,于是便开口问道,这里是哪里呀? 苍云山上。柳梁听到自己在山上了,便知道这间房间多半时间病房了,可等他环顾房间的摆设,又没有一个病房该有的的样子。 那这里是病房吗?就是治疗病人的地方。 哪知料水冰直接就否定了这种说法,这是我的房间,我送你过来了。 柳梁的心跳动了一下,然后就问到了床上一股专属女孩子的清香,特别好闻,心神都当然起来。 哦,那我昏迷多久了,柳梁没有再去讨论房间问题,而是快速转移话题。 三天两夜,怪不得呢,我饿了。 药水冰听完,便马上起身,往外面走去。 柳梁在床上看得很憎,怎么自己才提一句,他就不理自己了。 可三分钟之后,药水冰便端回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粥,然后坐在了床边。 柳梁又喜又怕,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可下一刻,药水冰就拿着勺子装了一勺白粥,吹凉之后就递到柳梁嘴边。 柳梁哪敢不张嘴啊,甚至连话都不敢多说,乖乖地就吃下去了。 药水冰表情变都没变,就像个没有感情的喂饭机器,只有他在看到柳梁身上的伤食眼睛才闪烁一下。 柳梁虽然身上疼痛,但好在吃东西还是没问题的,只是吃完之后要上厕所。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那个,我想去一下厕所,也就是茅房。 药水冰愣了一下,然后就想伸手去扶他起来。 柳梁也不推脱,顺着药水冰的手便起身了,只是这个过程比较痛苦,他的双脚都有点不能站立。 柳梁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膝盖,果然看到骨头里面裂开了一点,虽然现在正在愈合,可还是不太能受力。 我好像不能走路了,怎么办? 柳梁一脸地紧张,这里又没有外人,他还真不知道找谁和他去好。 可廖水冰听完柳梁的话后,却说了一句,我和你去。 柳梁的脸瞬间就红了,这不太好吧,廖水冰没有理会他说的话,而是驾着柳梁便开始出门。 嘶,有点疼。 柳梁感受着自己的疼空,同时也感知到全身因为乱动而造成的大规模疼痛。 廖水冰放慢了一点手脚,变得更为轻柔起来。 终于,一番辛苦之下,廖水冰将柳梁带到了茅房,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弄了。 柳梁一脸地悲愤,自己怎么混得那么惨了,连上厕所的能力都没有了。 还没等柳梁说点什么,廖水冰就从柳梁身后架住了他,还准备要空出手来帮他脱裤子。 柳梁震撼于廖水冰的大力气时,同时也赶忙抓住了自己的裤腰带,不让他脱落下去。 这个我来就行了,真的。 廖水冰文言松开了抓住他裤子的手,用心扶住了他。 柳梁颤颤巍巍地解开裤子,然后便想尿尿。 可是这么一个大活人就站在他身后,而且还是一个和他不太熟悉的女生,这叫他怎么尿得出来吗? 沉默,又是沉默。 两分钟之后,廖水冰探头过来,想来看看柳梁怎么了。 可柳梁赶忙喊停了他,没事的,我没事的,你等我酝酿一下哈。 廖水冰奇怪地缩回了头,静静地等待着。 又是几分钟过后,柳梁还是感觉尿不出来,他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 廖水冰的好奇之心也动了,于是单手摁在柳梁的小腹上,直接灌输了一股真气。 嘘嘘嘘。 柳梁感受着下半身的举动,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这太丢脸了。 一分钟之后,柳梁终于结束了,然后快速提好了裤子。 廖水冰一言不发,将柳梁搀扶着换了一个方向便带他回房间了。 一路上,柳梁一句话都没有说,就算被放在床上之后,他也是马上别过头。 一点都不敢看廖水冰,你现在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了,我好了。 廖水冰听完,给柳梁盖了一下被子,便出了房间,关好了门。 柳梁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想着自己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真是丢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在门外等候并没有走远的廖水冰同样也是红了一张脸。 就这么过了几天,每天大夫都会来给柳梁上一下药,顺便看一下情况。 幸好柳梁的自我意志力比较强,伤口什么的也恢复得比较快,所以准备就能下床了。 而在这几天中,每次需要撂水冰和他去上厕所,他也能适应了,甚至都不需要他对自己的帮助都可以顺利地喷射出来了。 有时候,他在这个过程,还有闲心跟他扯皮,虽然他不会回复自己。 等到柳梁可以下床走动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服,同时在心里也有点失落。 可这份失落他可不敢说出来,因为他怕挨上一春雷。 柳梁这几天观察了一下这栋二层小房屋,发现这都是料水冰一个人的砖。 舒,而且这栋房屋的位置也很偏,这几天他都没有见过除大夫外的其他人,甚至连林肃安也没有来。 哎,你小师叔这几天怎么没来看我呀? 柳梁站在门口上往远处看去,发现这里的位置挺高的,他都能看到一些云层在下面。 听说是在商量修复经脉的方法。 料水冰如实地说道,这几天因为必要的接触,他慢慢地也多化了一点。 哦,这样子啊,那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过来。 柳梁感叹了一句,在这一乡没个熟人还挺无聊的。 就在这里,道路上走过两个身影。 一个柳梁很熟悉,另一个则是料水冰很熟悉。 来的二人正是林肃安和陈道生,不乏矫健。 老林,你终于来看我了,我过得好苦呀。 柳梁赶忙向林肃安哭诉道,一副受了委屈的模样跃然于脸上。 林肃安丢脸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认识这个家伙。 这个时候,柳梁才发现了林肃安身边跟着的那位中年模样的男子, 看起来很温和,脚步也很稳,他想用眼睛看一下那人的情况, 但最后却忍住了,怕生事端。 师父!料水冰主动行礼,微微攻身。 不用多礼,这趟行程麻烦你了。 陈道生一脸的和煦,和林肃安一起来到二人面前。 林肃安熟练地勾搭上柳梁的脖子,这是我师兄,赶紧问好。 柳梁不敢放肆,老老实实地打了招呼, 还对能留在苍云山表示感谢与喜悦。 陈道生表情依旧,温和地说着, 苍云山很欢迎你的到来,不用拘束。 你平时怎么和小安相处的,就依旧保持,没事的。 柳梁尴尬地挠了挠头,这长辈让他当得也太好说话了吧, 同时人看起来也很好,不显老, 反而多了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气质。 好的好的,麻烦您了。 柳梁也微微居了一躬,这既是对长辈的礼貌, 也是对强者的尊重。 能当林肃安师兄的人怎么可能会拆到那里去? 而且,这人还是撂水冰的师父。 陈道生一只手抚摸过柳梁的头顶, 后者只感觉到了全身的烦恼与压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等到他把手放开之后,柳梁依旧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而且还希望再来一次。 小伙子年纪轻轻要放开一些, 平时多愉悦一下, 趁着这次正好在这里, 就逛一下苍云山吧, 正好开阔一下视野, 放松心情。 陈道生的语调还是很平缓, 仿佛只是一个长者在跟晚辈提建议。 可熟悉师兄的林肃安怎么会听不出不对劲, 这些都是源自师兄对柳梁进行了探查, 师兄发现什么了? 柳梁乖巧地听从了建议, 我会去多看看的, 毕竟这里的景色也那么优美, 说是人间仙境也不为过。 哈哈哈哈, 真不错。 陈道生说完对己人摆摆手, 就此离开。 柳梁看着陈道生离去的背影, 不禁感叹了一句先锋道鼓, 然后又转身看到林肃安那模样, 满脸的失望。 哟, 你小子还瞧不起我来了? 林肃安一把揪住柳梁的耳朵质问道。 柳梁马上傻笑, 啊, 你说什么? 从头到尾, 廖水冰都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问。 柳梁也习惯了他这样子, 所以也觉得没什么不妥, 要是廖水冰突然变得多化起来, 那才叫奇怪呢。 对了, 经脉那个事情什么时候可以弄呀? 过两天吧, 现在师兄去找人了, 修复这件事需要几个人同时进行。 柳梁震惊, 这个那么麻烦的吗? 林肃安一巴掌打在柳梁的头上, 你以为呢? 经脉可是人语气的根本, 没了这玩意你要死的。 哦, 了解, 我听话就是了。 柳梁见好就收, 满脸嬉笑。 这次需要让人先稳住你的全部经脉, 再由人进行引导, 最后是我师兄对你的经脉进行连结, 三个人缺一不可。 林肃安怕柳梁有点不安心, 于是多解释了一下, 那会不会很麻烦人家呀? 我这次来, 可是什么礼都没带呢? 柳梁突然想到这个, 一般来说求人办事不是都得带礼的吗? 可他这次路途遥远, 而且也不知道带点什么。 得了吧你, 一个金丹七和两个圆丹七, 你得送什么礼才行? 柳梁张圆了嘴巴, 这他哪里能想到会有这么个阵仗啊? 太, 太厉害了吧, 那金丹七的是谁呀? 我都没有见过。 林肃安没有说话, 而是直指刚刚师兄离去的方向, 一切尽在不言中。 柳梁愣了, 他没想到金丹七会那么地平易近人, 而且也看不出很厉害的样子呀, 你师兄。 林肃安平静地点了点头, 那个赵天已经被他抓到了, 后续怎么样我也不清楚。 那你师兄能打多少个你呀? 柳梁想起了他问墨小叔的话, 虽然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给自己留了面子, 因为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 当时的他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这个计量方法有点意思啊, 林肃安重重地拍了柳梁两下肩膀。 廖水冰在一旁听得也很有兴趣, 眼睛都瞪大了些。 林肃安盛情难却, 最后还是开口了, 就我的水平, 两百个吧, 可能还会更多。 柳梁听完震撼归震撼, 但是也没怎么表现出来。 廖水冰倒是比柳梁表现得更为震撼, 要是自己的小师叔都与师父的差距那么大, 那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我太弱了。 林肃安也不敢出手去摸这个师侄女, 所以不自然地摆了白手, 不弱了。 在同龄人面前已经很强了, 要知道你师父在你这个年纪, 可能才刚聚丹呢。 廖水冰还是摇头, 我很弱, 墨小叔已经圆丹了。 林肃安哑然失笑, 没想到他是把目光放到墨小叔身上了, 那你怎么不去跟轻语君比呢? 他不是更厉害吗? 我会的。 说完, 药水冰就转身离开了, 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哎, 这小妮子。 林肃安叹了一口气, 柳梁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怎么去加入, 因为他们说的这些事情都离他太远了, 就他现在的阶段根本就跟不上嘛, 虽然自己可能已经巨丹高径了, 可在这些人面前自己还是不值一提。 那个, 清语君是谁啊? 比墨小叔还要厉害吗? 墨小叔所在的苍南派 差不多算是修炼之人眼中的第二门派, 当然, 这。 里的第二没有算上一些归隐门派, 听说那些门派都在不可知之地, 我也没有去过。 林肃安解释了一下这个, 然后接着说道, 而清语君所在的苍穹派 则是公认的第一, 这两个门派之间有点竞争关系, 而墨小叔和清语君 自然也就成了公认的对手, 甚至是道理。 柳梁听完一愣, 这, 这个清语君修为很高吗? 林肃安一脸苦笑, 他的修为比我还要高上一点。 柳梁呆住了, 要知道林肃安和墨小叔一样都是元丹七出境, 要是高上一点的话, 那么就是元丹七中境了, 而且那人好像还是和墨小叔同龄。 我靠, 这清语君是什么妖怪啊? 林肃安倒是一脸的平静, 看来他是很清楚这种事情了。 你会慢慢适应的, 这个世界那么大,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林肃安一脸无奈地说道, 那你说还会不会有比清语君更厉害的境界呢? 柳梁问了一句, 还是有点感兴趣的, 虽然他现在实力不咋地, 但是听听故事开开眼也不错嘛。 哪知林肃安听了柳梁的提问之后, 直接用手指对准了他, 你呀, 后起之秀, 清语君在你这个年龄虽然境界上不比你低, 但是要论时间的话, 还是你快一点。 我, 柳梁不敢相信地说道, 我怎么可能, 别人可是大天才爱, 我就一个无名小辈。 林肃安摇了摇头, 你还年轻, 不用那么快否定自己, 未来还长, 谁又说得定呢? 柳梁没有再接话, 这种事情他也想过, 但那是梦里, 现在的自己不一样, 就车前几天上厕所都还要人扶着呢, 怎么能和天才相提并论? 林肃安也知道, 多说这些就像空话一般, 于是交代了一下让他多走走, 好好休息, 之后便离开了。 对了, 清语君这人怎么样啊, 是不是长得特丑陋, 柳梁忠着林肃安离开的背影问道。 林肃安头都没回, 就扔下了几个字, 博学多时, 千千君子。 柳梁脸上绷不住了, 怎么这人听这个方面都那么好呀, 修位又高, 知识多, 还是个君子。 哎, 不想了, 怪类的。 自我安慰了一番之后, 柳梁便回到了房间, 打算休息一下。 可房间后窗传来的凌厉风声, 又吸引着他过去看了一下, 然后就发现, 是廖水冰在拿着春雷练剑, 看那招式还很好看。 廖水冰的出剑速度很快, 但在柳梁的眼里, 也足以看清了, 毕竟他不是元丹七那样的存在。 就这么看了一会儿, 柳梁感觉还挺好的, 正想着找个借口近一点观看, 没想到廖水冰就把目光投给了他。 下来。 哦哦哦。 柳梁乖巧地答应着, 然后马上走下楼, 往后面庭院走去。 他本来还不想那么顺从的, 可当他回忆起那天他披向赵天的剑风时, 又不得不软了下来。 没走几步, 柳梁就下到了庭院, 这里他平时也散不过, 周围就几个树, 然后就是不远处的悬崖了, 他没有走进悬崖看过, 因为有点恐高。 廖水冰此时已经持剑与身后, 面向柳梁了。 那个, 叫我下来干嘛? 你救了我, 所以教你剑法。 柳梁看着廖水冰认真的神情, 知道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于是脸上的欣喜之意扩散开来。 好呀好呀, 不麻烦你吧, 我猜是不麻烦的, 那现在开始吗? 柳梁简直兴奋得不要不要的了, 可以免费白嫖到剑法碍, 那么他以后的实力, 岂不是更上一层楼了, 然后就不会被欺负了。 他越想越开心, 完全注意不到廖水冰的眼神已经变了。 突然, 春雷出击, 渐渐直指柳梁的咽喉。 柳梁在他初见的一瞬间, 感应到了那一股杀气, 于是整个人进入了高度戒备, 这才看看躲过了这一剑。 你, 你干嘛? 柳梁被这一剑吓出了一身冷汗, 要不是他躲快一点, 就按照那一剑的来势, 他可能现在已经倒地不治了。 看见招。 廖水冰简短地回答了一句之后, 第二剑紧跟其后。 柳梁不敢大意, 甚至连拒绝的话都说不出口, 连忙开始了躲闪。 等躲到第四剑的时候, 因为判断失误, 他的胸口还是挂踩了, 被春雷划开了一道细痕, 鲜血缓慢一出。 柳梁的眼神坚定起来, 于是忍冬出窍了。 接下来的十几剑, 柳梁凭借着眼睛的观看和忍冬阁挡, 化解了不少的剑照, 同时也发现了料水冰出剑的一些小规律。 说是发现, 但柳梁也只是有个模糊的印象, 叫他去笔划, 他还真弄不来。 就这样, 料水冰出剑了上百回合, 柳梁一直在吃力抵抗着。 料水冰心中微微惊讶, 虽然他没有辅佐真气使用, 但是就剑招来说, 已经挺厉害的了。 他也没有刻意去让它, 没想到柳梁净那么能挡, 还有点看穿了他招式的意思。 这上百回合下来, 柳梁除了身上挂彩的地方多了不少之外, 他还隐隐约约记住了料水冰的一些招式, 因为他在刻意重复出剑, 这样会比较好认。 渐渐地, 料水冰不断发力, 柳梁抵挡得也越来越吃力, 甚至有好几次都快要命中要害了, 幸好是本能的反应让他躲过去了, 最后只是受一些轻伤。 在这看见招的过程中, 柳梁的手臂上的伤口被震裂, 鲜血从里面流出, 可他没有喊过一句疼, 也没有让料水冰停手, 就这么默默地承受着。 直到最后, 因为柳梁手臂的伤, 他已经无法再格挡了, 只能仍有着春雷挥向他的脖子。 还可以吗? 料水冰将春雷停在了柳梁的脖子旁, 就离了不到一厘米的距离, 柳梁甚至能感受到春雷上传来的含义。 柳梁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不行了。 料水冰直接收回了春雷, 他在刚刚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他伤口流血, 但是他都没有喊一句, 那么自己就顺从他的意思, 继续下去了。 你的表现很好, 但刚刚的见招还差一点。 嗯,我知道, 是我有点不太扛揍, 嘿嘿。 柳梁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自己没有完成人家的教学计划, 让他临时终止了。 料水冰沉默了一下, 没事, 现在我完整地演示五遍给你, 等会你配合着刚刚看过的去记。 柳梁难得地听到他一下子竟然说了这么多话, 不禁偷笑起来。 而料水冰则是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柳梁立马正经起来, 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 好, 那现在开始吧。 料水冰没有多想, 稍稍站远了一些, 便拿着春雷掩饰起来。 第一遍, 他的招式很慢, 柳梁也大概数了一下, 发现一共有六十四十, 每件都各不相同。 接下来的几遍, 料水冰每次都增加一点速度, 直到第五遍的时候, 他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 一般正常人看的话都有点迷糊。 柳梁倒是不怎么受影响, 他觉得这样子也不错, 更有连贯性。 料水冰收回春雷, 站直在原地, 对着柳梁说了一句, 到你了。 柳梁愣了一下, 没想到那么快就到自己了。 我, 不太好吧, 我好像没怎么记得, 要不你多来几次让我看看。 柳梁认真的请教着, 同时心里想的却是, 这小妮子秀起见来, 还真好看, 自己得抓住机会多看几眼。 料水冰直接摇头, 拒绝了柳梁的提议, 不出一言。 柳梁深呼了一口气, 接受了这个安排。 只见柳梁右手持剑, 剑剑斜放朝下, 双腿微张, 整张脸变得严肃起来。 一只飞鸟落在庭院中的一棵大树上, 压下了一片轻薄的树叶, 而就在树叶刚接触到地面的那一瞬间, 柳梁动起来了。 一套完整的剑招, 虽然柳梁身形变动而使用出来, 招招凌厉凶猛, 而且看那熟练程度, 并不像他刚刚说的, 没那么记得。 柳梁的动作很快, 六十四式在他手中, 也不过半分多钟便完成了, 甚至速度上比料水冰 刚刚展示的第五遍还要快上一些。 料水冰看得很认真, 直至柳梁收件, 你很厉害。 柳梁瞬间脸红了一些, 没想到自己竟然还能得到他的称赞, 真是太难得了, 没有很厉害吧。 其中有好几招, 我都隐隐约约, 感觉有点对不上。 料水冰点点头, 他也看到了那几招, 柳梁是靠蒙的, 但反应速度不慢, 嗯, 再来。 柳梁还没得休息, 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接着下去了。 苦恼归苦恼, 但他的行动力还是很强的, 稍微调整了一下气息之后, 柳, 梁就开始了他的第二遍。 这一遍, 料水冰纠正了他不少错误, 一边纠正还一边阐述口诀, 用以加深他的印象。 一次又一次, 柳梁在不断改正着, 可还是会有这么一点瑕疵。 时间在不断流逝, 没一会儿就到了正午时分, 柳梁气喘吁吁地完全了最后一遍, 然后也不管结果怎么样了, 直接以屁股坐到了地上。 料水冰看着他身上的汗珠在不断低下, 衣服、裤子也早已湿透, 不禁心软了一下, 还差三处, 你先休息。 柳梁听到休息二字之后, 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说不出得开心, 嘻嘻嘻, 等会我们接着练哈。 料水冰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但是没说话。 柳梁也不顾身子脏不脏了, 直接躺在了地上, 双眼仰望着没有太阳出现了蓝天、 白云、飞鸟, 现在的它很放松。 对了, 还没问你这个剑招叫什么呢? 是叫苍云剑法, 我目前所学之中最强的一步。 柳梁听到这个名称之后都猛了, 跟苍云扯上关系, 而且还是他目前所学最强的, 那肯定就是门派里面的绝学了。 这, 这你交给了我, 没关系的吗? 药水冰响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只是以前有圆丹七的上山来偷这个剑法, 最后死了。 柳梁重重地咽了一下口水, 然后想到他现在的聚丹七境界, 不禁有点担忧, 是不是上山路上扫地的都能收拾他啊? 那我会不会有事啊? 我害怕, 一切有我。 廖水冰留下这么一句, 然后就开始看着远方发呆了, 不再理会躺在地上的柳梁。 柳梁在地上定定地看着他的侧脸, 再加上那个神情, 这才发现他除了不怎么喜欢说话之外, 就是一个妥妥的大美人啊, 而且就连身材也很好, 高度上足够了。 咕咕咕, 柳梁的肚子叫了起来, 于是他从地上一个起身, 站稳在地面上, 然后拉起廖水冰的手臂就往房子走去。 廖水冰正在发呆, 柳梁这么突如其来的一下让他没有反应过来, 竟然直接被带着走了, 等到他想做出回应的时候, 他却停了下来, 仍有他带着自己。 柳梁可没想那么多, 他现在只想吃好吃的, 不想在吃山上清淡的伙食了。 天天都是青菜, 连个肉都没有, 早就把他给吃烦了。 你等着哈, 今天中午我给你弄好吃的, 咱俩吃肉。 柳梁说完, 松开了料水冰的手, 便上楼去翻背包找食材了, 这个背包上次遗留在了山林中, 最后还是有人去帮他带回来的, 不然里面的东西都没了。 没一会儿, 柳梁准备好了食材, 然后就开始搭锅, 生活, 煮菜,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比他练舞的时候还要顺畅很多。 料水冰呆呆地坐在台阶上, 看着这个和他生活了好多天的男子, 在这里忙前忙后, 有一瞬间, 他甚至想将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就这么一直过下去。 吃饭了, 快过来尝尝我的手艺。 柳梁的一句话将他拉回了现实, 料水冰收拾了一下情绪之后便走了过去。 来到一张石桌旁坐下, 面前摆放的是一个平底锅, 里面装了很多食物。 快尝尝吧, 平底锅里的算是菜, 然后配合着碗里的米饭来吃。 柳梁热情地安立着, 然后率先动起了筷子, 品尝着自己的杰作。 料水冰也跟着品尝起来, 还是一如既往地细嚼慢咽, 只是这一次他吃了很多, 比平时多, 很好吃。 嘿嘿, 那接下来都有我来做就行, 保证让你满意。 柳梁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满脸自信。 你是学的, 药水冰又接着问道。 不是, 小时候爸妈不在家, 然后我为了不饿着, 所以就自己动手煮, 一来二去也就学会了。 柳梁笑着回忆道, 并没有愁苦。 料水冰点点头, 然后吃完了最后一口饭, 放下碗筷。 柳梁熟练地收拾碗筷去洗, 一点都没让他动手, 因为在他看来, 几顿饭就能学到这个剑法, 那么可真是赚到姥姥家了。 吃完饭的料水冰本来说要继续的, 却被柳梁以吃完饭不移运动给拒绝了, 还说着让他跟自己去走走。 料水冰本来想拒绝的, 但是柳梁又说了一句, 这是你师父交代的, 说让我去走走, 然后我又不认识路, 所以只好让你来咯。 嗯, 那走吧。 说着, 要水冰就带柳梁离开了庭院, 往外面走去。 一路上, 柳梁都在不停地观望着, 但除了山之外还是山, 根本就没有其他多余的建筑, 甚至连主峰上的状况, 他都看不到。 你这里怎么没什么人啊? 柳梁好奇地问道, 这里根本就不像在门派里, 反倒像个隐居的地方。 我不喜欢人多, 于是主动搬来了后山, 这里没人。 柳梁想了一下, 要水冰那个性格也的确是这样, 于是便不再多问。 过了一会儿, 他们二人就来到了第一个岔路口, 这里有三条道路。 柳梁看了一下各条道路旁石块上的文字, 发现这些路分别是通向山下、 主峰和神魔殿的。 前面两个倒是好理解, 但这个神魔殿是什么呀? 不太清楚, 就去过一次, 那里有堵门。 柳梁眼睛一亮, 他已经知道要去哪里了。 神魔殿这种一听起来就很是高级的地方, 对于柳梁来说可太有吸引力了吧。 其实在他的骨子里面, 那骨子冒险精神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就去神魔殿了, 去掌掌见识。 廖水冰眼神一宁,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策, 可看他的神情, 又是很期待的样子。 我们进不去, 那里有门挡着了。 没事没事, 就去看看那堵门也好呀, 快走吧走吧。 柳梁催促着, 然后连溜去了前面, 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廖水冰想了一下, 那个地方也没有名列为禁地, 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 于是就跟上了柳梁的步伐。 一路上, 柳梁都在四处观望, 但除了山之外还是山, 也没什么特别的看头。 你们这里好无聊呀, 都没做什么景点的吗? 没有。 抱柳梁应了一声, 然后想着这里是山上, 是用来修炼的地方, 当然不会为了玩而玩, 大家都应该是很忙碌地去应对生活, 就像廖水冰一样, 他可能就想着怎么去超越墨小书。 经过了一段长长的下山路, 拐了好多个弯之后, 柳梁终于看到了山间的溪流, 这也证明着他们两个 差不多接星号星号坦的地方了。 两人走下最后一级楼梯, 然后来到了一处山间。 呼呼呼, 一阵强风袭来, 直接吹得柳梁整个人都抖了, 而廖水冰倒是很平静地站立着, 甚至风都没有吹到他的秀发。 柳梁用眼睛看了一下, 发现他是用蒸汽在身体表面镀了一层膜, 所以才格挡了狂风。 而他自己就没有那么舒服了, 整个人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的, 好不狼狈。 一分钟之后, 这一阵强风终于停息了下来, 柳梁也得以重新站稳。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才刚下来就遇上了, 好奇怪。 廖水冰看着山间道路的远处, 风就是从那边吹过来的, 里面的人知道, 我们来了, 这算个下马威。 那我们, 要不要跑啊? 柳梁回头看了一眼走下来的道路, 这才一个下马威都那么猛了, 要是里面的人发起飙来, 那他们两个还走的了吗? 廖水冰冷冷地瞥了一眼柳梁, 然后就自顾自地往前走了, 他上一次来, 还是五年前, 当时的他什么都不懂, 现在他想来认真看一下, 神魔店到底有什么不同。 柳梁看着他这架势, 知道就算自己现在就回头, 那么他也会一直走下去, 于是索性撸了一把发型, 然后就跟上去了。 哎, 等等我呀, 我害怕。 两人再次并肩而行, 可这山谷中的确幽静, 连虫鸣鸟, 叫声都没有, 除了溪水流淌的声音之外, 这里就真的像是与世隔绝了一般。 你不怕吗? 这里好安静的样子, 要是突然跳出来一只怪兽, 那我们两个就完蛋了。 柳梁一边观察着四周一边说道, 廖水冰没有听懂什么是怪兽, 也没有理会他。 好吧, 那等下怪兽来了你先跑, 我帮你电后, 你看怎么样, 柳梁不知道怎么的, 在极其安静的地方他就是想说话, 不然的话他会觉得被世界抛弃了。 嗯, 廖水冰的回答一日简短, 因为他也在观察着周围, 这里的环境太奇怪了些。 往前没走多久, 两人就被一座山给挡住了去路。 柳梁视力好, 他看到在山前有一红青坛, 然后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哎, 你不是说这里还有一堵门吗? 门在哪里啊? 柳梁好奇地问道, 脚下的步伐都加快了一些, 想要快点走进去一堵究竟。 廖水冰跟着柳梁来到这坛青泉旁边, 然后指了指中心, 门在里面。 柳梁听完之后, 连忙看进入, 可除了清澈的湖水之外, 他并没有看到有门的存在, 没看到啊, 只能看见水, 还有底部的一些大石头, 其他就没了。 廖水冰摇了摇头, 那我就不知道了, 师父他们也只是说这里有堵门, 并没有说门具体在那里, 也没有说怎么去打开。 柳梁大带听懂了, 于是他用透视眼认真地看向水底, 没想到在底部的碎。 石层后, 还真的有两扇门合并而成的一大堵门, 可等到他看向锁孔的位置, 却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只能隐隐约约看到门上刻着两句话。 柳梁一边看着, 一边把这两句话念了出来, 周天之变, 天玄而依。 廖水冰听完之后, 脸色变得奇怪起来。 怎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吗? 这两句话是苍云山入门心法上的功法, 只是他们并不是相连的。 柳梁点点头, 然后又继续观察湖底, 他发现除了这堵门之外, 还有一圈的大坑, 不知道是用来装什么的。 对了, 这两句话是分开了叶数吗? 柳梁好像摸到了什么门槛, 准备就能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廖水冰听完之后回忆了一下, 十七页, 二十五页。 这, 这你还真记得呀? 柳梁一脸的崇拜, 没想到这种最基础的入门心法, 他竟然全部都还记得, 连在那一页都那么清楚, 全部都记得。 廖水冰平淡地说着, 仿佛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难度。 柳梁不想在这种事上自取其辱, 然后又看向了水底, 他观察了一下这些坑, 然后发现它们好像是按照大门最上面那块为首, 最后绕成一圈, 一共九个坑。 有坑? 那么用什么田呢? 柳梁喃喃自语着, 往周围看了看, 发现这里掉落了不少大石块, 都散落在周边。 对了, 石头, 柳梁开心地喊了出来, 然后跑到廖水冰旁边, 满脸的兴奋。 你知道怎么开了? 廖水冰问道, 他没想到那么轻易, 就被他看出来了, 因为以前也有不少山上的弟子, 却想过这里的破解方法, 可最后都没有奏效。 柳梁像个导药机一般, 快速点头, 我想了一种办法, 但是不知道行不行。 嗯, 我们回去吧。 廖水冰的一句话, 就像一盘冷水一般, 颇向柳梁, 直接浇灭了他的希望。 柳梁愣住了, 咱, 怎么就走了? 难道我们, 不是应该去开了看看吗? 你刚刚不是很害怕吗? 现在离开才是最好的选择。 廖水冰说话一日平, 静, 有理有据。 柳梁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其实, 我更想知道这后面有什么。 场面一度安静下来, 两人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廖水冰做出妥协了, 毕竟这里离顶峰不远, 就算出了什么事情, 师傅他们也会很快就到了。 好, 那就去开吧。 柳梁听完之后, 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没想到他真的会同意自己的做法, 毕竟这件事那么多未知因素, 还是挺危险的。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 柳梁多问一句。 嗯, 到时候出了事, 撑住几个呼吸, 就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廖水冰看了一眼山顶, 这里的确离顶峰很近, 他了解师傅的实力。 柳梁尴尬地笑笑, 没想到还没有行动呢, 就已经考虑着救援的问题了。 但他也不是那种犹豫的人, 既然都决定去做了, 那么就要行动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你先去把周边的大石头弄几块过来, 我有点搬不动, 嘿嘿。 廖水冰没有回话, 直接就去做了。 只见他站在石头一侧, 手掌一用力就将巨石拍得滚动起来, 然后缓缓停在了深潭旁边。 如此反复几次, 廖水冰就将五块巨石都弄过来了。 柳梁点点头, 口中重复着一十七、二十五, 最后来到对应的坑, 站在坑上方, 把石头从我站的这里推下去。 廖水冰又去照做了, 但做的同时, 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连手都靠近了一些春雷, 随时准备出窍。 一、七、二、五, 柳梁一边数着一边站立, 全程都由廖水冰来推石头。 等到最后一块石头掉进五的坑位时, 水面什么变化也没有, 依旧是那一片由巨石砸起的涟漪。 柳梁失望地叹了口气, 想着这方法应该是行不通了。 廖水冰也放松了一些, 虽然弄不成功, 但是也挺好的。 就在这时, 两人脚下的土地 突然剧烈地抖动了起来。 哄, 水潭的水立刻减少, 像是流进了别处地方一样。 刹那间, 一股强大的吸力朝岸上的两人袭来, 药水冰整个人的瞳孔放大, 用尽全部力量奔向柳梁。 柳梁也是感应到了危险, 可没等他有所动作, 他整个人就被吸向潭水。 来不及了, 药水冰瞬间爆气, 想要将柳梁击飞。 砰砰, 药水冰打出去的强大真气, 被潭水抵不出来的强大吸力给抵消了, 最终,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柳梁被吸进去。 啊, 咕噜咕噜。 柳梁被吸进去的时候喝了不少水, 感觉到了一阵饱液, 之后便被震晕了。 留在岸上的药水冰, 依靠着自身的实力, 并没有被吸进去, 可是也没有救下柳梁, 让他身陷别处, 不知生死。 他在看到柳梁进去了之后, 也想过要跟着一起进去, 可等他跳进水里之后, 一切都恢复了原样, 他在水底什么都没有看见。 就算再次按照顺序扔石头进去, 也无济于事, 水潭再也没了动静。 其实就在水潭被打开的一瞬间, 整个山谷的结节便闪亮起来, 一下子就惊动了封顶的极为存在, 其中就包括正在和林素安喝茶的陈道生。 陈道生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一道金光符, 然后符咒便向山下水潭飞去, 直接镇压住了这堵门, 让他再开不得。 师兄, 神魔殿, 林素安眉头跳了一下, 好像是有些什么不对劲。 对, 有人打开了, 但刚刚被我又镇压了一下, 里面的人出不来。 陈道生细细地感应了一下, 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特别强大的气, 而且就算有的话, 护山大镇也会马上开启。 真没事, 林素安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 应该没事, 只要里面的人没有特别的动静就行, 如果里面的人出来了, 那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事了。 林素安还是有点担忧, 他也只是大概知道里面的一些情况而已, 他也没有见过开门的样子, 我们还是去一趟吧, 心神有点不安。 陈道生点点头, 有时候直觉就是这样, 总会有理由。 于是, 这个师兄抓住了师弟的一只手, 带着他快速移动, 也就两个呼吸之间, 他们便来到了这红青泉旁边。 廖水滨感觉有人来了, 于是从水底里出来, 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师父和师叔。 陈道生眼中带着疑惑, 但还是一挥手将廖水滨拉了上来, 还用真气烘干了他的衣服。 林素安看到廖水滨在这里, 而柳梁又不见踪迹, 顿时就明白发生什么了, 柳梁他进去了。 嗯, 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进去了。 廖水滨说着平静, 但脸上还是露出了一丝不安与着急, 这一切都被身为师父的陈道生看在眼中。 师兄, 林素安喊了一句, 因为这种阵法他也不懂, 现在最急的还是先将柳梁给就出来。 陈道生点点头, 双手一起结界。 顿时, 整片区域金光四射, 可门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陈道生微微皱眉, 又尝试了几次, 可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廖水滨在一旁看得越来越着急, 要知道柳梁在里面多待一秒, 那么危险就大上几分。 最后, 陈道生停下了手, 里面的人用功法相抵了扶阵, 他们出不来, 但是我们也打不开。 林素安没有说话, 在现在这种情况, 着急也没有用, 因为师兄已经是金单七了, 如果他都做不到, 那么山上来再多人也没用, 师尊他们。 闭关中, 陈道生回了一句, 就没有说其他的了。 林素安虽然有时不合规矩, 但听到闭关二字时, 也老实了下来, 那我们怎么办? 这几天我强开着阵法, 直到里面的人无力抵抗, 到时候门就开了。 陈道生给了一个解决办法。 林素安和廖水滨一听到要几天时间, 顿时脸色都不好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神魔殿, 里面的人都不是什么小角色。 师父,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呀? 廖水滨问道。 是历代苍云山一些入魔的人, 他们的修为很高, 每个都起码在元丹七以上, 杀掉的话不好杀, 也不愿意去杀, 于是就将他们囚禁在里面, 永不见天日。 一旁的两人都待住了, 然后看向潭水。 这边的柳梁, 他在一片潮湿的地板上, 他整个人已经渐渐地苏醒过来了, 手指甚至能清楚地摸着青苔的痕迹, 滑滑腻腻的, 让人有点不太舒服。 柳梁缓缓睁开双眼, 发现眼前一片漆黑, 只能听到水滴在地板上的声音。 这是哪?